想要住在颠倒的世界里吗 又或者是完全防火的木屋 这里是我的世界 39个你需要知道的建筑技巧 这个房子里面有一张大床 你可以让你睡在被子里 你可以用火板门包围你的床 然后在床上铺上地毯 这样温馨的床就好了 悬挂告示牌是新更新的内容 你可以用它们来制作一座星影 但看起来吓人的桥 其他生物走的话会掉下去 你还可以使用悬挂告示牌 制作一座断桥 悬挂在悬崖边 为地形增加更多装饰 隐藏楼梯可以成为你房子里的特色 你可以用红石和粘性活塞 来连接你的楼梯 然后让它们和墙壁融为一体 只要拉动拉杆就会触发机关 大家在养动物的时候都喜欢用栅栏 但是你也可以用火板门来困住生物 你可以引诱它们跳到火板门里 一旦它们跳进去了 它们就不能再跳出去了 这比栅栏方便多了 做一个倒置的建筑物和树木非常有趣 你还在那里养动物 在动物身上用命名牌来让它们倒转起来 然后把它们拴起来 这样子它们看起来就像装饰一样 为什么这里的水不会溢出来呢 实际上是用藤蔓来阻止的 同样的你也可以用告示牌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只需要一双皮鞋你就可以用上雪电梯 你可以用细雪来坐电梯 然后再穿上皮鞋就可以爬了 你可以在地毯下面藏一个红石矿 当你踩到它时它就会激活 然后就可以打开各种机关 并且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你可以利用草镜和草方块的缝隙来当瞭望锁 因为草镜比普通方块小一点 你可以在一个方块上放一个草镜 你可以看有一个小间隙甚至可以射箭 这个操作可以把藤蔓看起来像浆果丛 把红石矿放在藤蔓后面 它们就会闪闪发光 你可以种上浆果丛和它们做一下对比 看起来真的很酷 你可以用洞穴藤蔓来在泥土和石头之间无缝衔接 把藤蔓放在泥土上 看起来就像从泥土长出来石头一样 两者之间做过度非常不错 绳子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可以将植物保持在你想要长的高度上 只要在植物上方放一个绳子就可以限制它们生长 你可以不用绳子了 现在的某些藤蔓可以用剪刀剪断 限制剪过的藤蔓它们就不再生长了 你可以利用红石矿发光的特性来充当灯 在幽暗的房间里 踩在它们上面它们就可以照亮一条路 每个人都想要一个秘密的水下基地 但我们经常会忘记它在哪里 你可以利用岩浆块产生的气袍来当标记 它将把你指引正确的位置 然后你还利用红石矿来当作基地门的开关 你可以用这个操作来做一个更隐藏的隐藏门 你需要把赤足兽养在两格的岩浆池里 如果你在门口拿出诡异真菌的话 赤足兽会跟着你走然后触发机关 当你把真菌收起来时 它就会回到原位 有一个很冷的冷知识是 即使在岩浆里 箱子也不会燃烧 所以如果你想隐藏你的贵重物品 请将它们放在一个深的岩浆户下 这样子可以完美隐藏箱子的存在 你可以再在主世界中重建夏季 要做到这一点 你只需用地狱岩替换普通泥土 但猪人会在主世界中变成僵尸 所以要伪装的话 你可以用发射器强行将头夹到它们身上 包括一些盔甲武器 你不要把贵重物品放在一个露天的单独的箱子里 你可以在箱子后放一个桶 你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打开箱子了 你可以建造一个充满岩浆的木房子 因为桶不会在岩浆中燃烧 而且它们有方块正常的大小和功能 所以你可以将它们用作墙体的一部分 用岩浆来吓唬人 你可以利用篝火来隐藏东西 在篝火的烟雾上方放置一块石头 烟雾会聚集起来 你可以在里面藏一个十字按钮 这样子谁都想不到 因为草径是比正常方块小一点的 你可以利用方块与方块之间的空隙来隐藏机关 比如说是一个隐藏入口的拉杆之类的 你可以把木桶放在你的床头 给人一种床头柜的感觉 看起来很时尚 你还可以把贵重物品放在里面 你可以限制树木的生长 你可以在树苗周围放置方块 直到你想要的高度上 它就会长成你想要的那种形状 只要你不是围得太离谱就可以 你可以用火来圈养动物 你可以在它们的住处放水 这样如果它们逃跑了你可以放火给它们 它们会跑到有水的地方去 实现半自动画 这个方法很少人知道 也很少被使用 如果你用锄头锄地的话 其实是带有虫石信号吧 你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制作 可以用来保护你的农场机关 你可以用羊毛来隐藏物品的声音 羊毛可以阻止声音进入潜伏传感器 如果只想让它注意到有人闯入你的房子的话 这就很有用 做刷石机可能会有浇灭岩浆的风险 你可以在红树根里放水当作水源块 水就不会流动 并且不会接触岩浆 这样子你就可以放心挖石头了 传感器可以用于各种场景 它不止可以感应到光线的变化 还可以感应时间 你可以把它盒中连接起来 这样子如果天黑了的话 钟就会响了 蜂蜜块是一个很好的传送带方块 你可以在上面放置盔甲架 以及一些实体物品 你可以用它的特性来做一个回转寿司电 发光第一是一个很好的创业 你可以用它来给你的餐厅照明 你可以在炎热的沙漠里快速地建造一个溜冰场 大多数人认为冰霜行着是没什么用的东西 因为需要玩家移动并且冰融化得很快 你可以在地下建造一个冰壶 因为太阳晒不到冰就不会融化 真是一处人间仙境 你可以用这个操作快速地开采大面积的区域 这样你就可以专注于建造你的地下基地 你所要做的就是用骨粉吹吹鼠抬显块 这回操作会矿石流下 把石头转换成开显块 接下来用锄头就好办了 你可以用旗帜来当装饰 只要你设计得当 旗帜就会看起来像金属一样 这个建筑就像一个工厂 说到旗帜 你可以把这幅图案的旗子放在火板们后面 让它向外展出 看起来像是在睁开眼睛 这把精美的椅子其实是一个储物格 里面装满东西 它实际上是羊駝 只是把它引伸起来了而已 这个椅子还是能动的高科技椅子 如果你因为某种原因留下了大量的湿海盐 你应该将把它们带到地狱 在那里它们会在高温下立即变干 然后你可以用锄头来带走它们 如果你把一群动物放在狭窄的空间里 如果数量够多 它们会受到实体碰撞伤害 你可以利用这一点盘射起步 想要知道如何让墨影龙进入主世界 这里是我的世界 41个会被封禁的操作 快来看看吧 你可以把墨影龙推进主世界里 你需要做一个装置 并且把它推进传送门里 具体操作可以看我主页里的 如何驯服墨影龙 墨影龙进入主世界实在是太疯狂了 如果你被困在下界的基岩层上的话 只需要重新制作地狱门就好了 如果你打破了你走过一次的传送门的话 你就永远回不去了 你只能在顶上静静等待死亡了 你可以让服务器不再生成生物 墨影人 僵尸 村民 潜影被 以及其他生物是没有生成数量限制的 收集了足够多的生物 服务器就会卡顿 你喜欢从高处跳入水中吗 用蓝色玻璃代替水 从远处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谁没看清楚跳下去就会摔死 你会因为被绊 每当游戏里加入一个新玩家的时候 你可以在出生点放置一个发射器和压力板 里面放满榜定诅咒的南瓜头 这样子他们就会开局就被南瓜头套住 游戏体验极差 服务器讨厌垃圾邮件 谋站也有禁止垃圾邮件的规矩 如果你喜欢游戏里的游戏模式的话 你可以在在聊天方中输入故事模式的整个脚本 每个人都知道F3的信息栏 但是如果一直按着F3加C的话 游戏会崩溃的 你需要说服他们一直按着F3加C 我都不敢想有人真的这样子做了有多爽 开G是在任何游戏中被禁止的行为 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操作也会被封好 希望大家能维护一个良好的游戏环境 抵制开G行为 如果你杀死了掠夺者 你会有不祥之兆 你可以带着不祥之兆去不同的村庄 这样子你就会摧毁任何你想摧毁的村庄 你可以制作一个个巨大的铁路系统 然后把它引导到一个死亡陷阱中 一般人没看见陷阱的话就会放心地坐上去 然后就会因为你的陷阱而死亡 你可以给僵尸穿上盔甲 所以你可以从其他玩家那里偷盔甲并给僵尸穿 让他们成为僵尸军团 私下出售自己的游戏账号是违反的 如果买卖游戏账号被发现会被封禁 切记网上刷单交易游戏账号就是诈骗 在服务器上刷物品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所有物品信息都会有保存 但有些地方存在可利用的bug 有生成和传送系统的服务器可能会出现bug 在你传送的时候可能会掉落你的物品 这样子你就可以刷你想要的物品了 几乎每个服务器都有一个经验农场 所以你可以在附近放上一个忧逆感测体 一旦有人想来获取经验 就会发生他想不到的事 大家都知道掉入虚空就死了 但是如果有人坠入虚空后 但是掉在悬挂在虚空中的船上 他们会怎么想吗 他们会想尽办法出去 但是出不去 在服务器的房子里制作一个凋零 凋零绝对可以摧毁游戏中 几乎所有的方块 这会对服务器造成严重破坏 并且你会被封禁 你和你朋友联机的时候 最烦的应该是砍树 不砍完刘一杰在那里 这样子又难看又奇怪 这些树木会和树叶一样 一直漂浮在这里 这里看起来像是盔甲穿戴区 其实这里是有隐藏岩浆和水的 当玩家尝试与发射器交互时 他们会被黑钥匙卡住 也没有时间用钻石稿来挖开黑钥匙 淘试棒是一种特殊的物品 它只能通过指令获得 或者从死去的玩家那里抢走 如果你点击床的话 床会变成一杯战友 别人就不可以复活了 使用这个非常简单的红式系统 会导致服务器崩溃 你可以根据需要来制作的尽可能大的装置 越大就会越卡 最后服务器会因此而崩溃 当你在上面放沙子的话 沙子会留在那里 但是其实是隐形的 你可以利用它做陷阱 只需要破解服务器 这样子你就可以自己办掉自己了 你可以找一只宠物 并且把它的名字改成辅主的名字 当你杀死它的时候 服务器聊天框就会显示辅主死亡了 说到宠物 你可以在服务器里攻击别人的宠物 这样子你就有机会被封了 这本特别的书会让你被办案 如果你在书中写满文字 然后把它放进浅饮盒里 如果有人打开它 就会让服务器过载 你就会被办案 你可以在服务器早期的时 通关游戏 然后摧毁游戏中最稀有的物品 你可以杀死墨影龙并获得龙弹 然后把它扔进虚空 使用VPN玩游戏可能会被封号 乐意修改IP会导致封号的 如果你进去服务器 就莫名其妙举报人的话 你这种行为也可能会导致你被封禁 毕竟不封禁你的话 你就占用服务器资源了 如果你可以使用命令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命令来获得隐形盔甲 这能让你在PVP的时候变得战无不胜 每个人都知道开发者的建议 中继器和红石 在发射器里放满件 这些件足够遮天蔽日 你就可以因为过多实体生成让服务器崩溃 如果你冒充一个人的名字进入游戏 然后在服务器里大肆破坏导致混乱这样子的话 每个人都会讨厌你 直到他们发现你是冒充别的玩家的话 你就会被踢出服务器 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给辅主带来威胁 在现实里是赤裸裸的犯罪 千万别这么做 你可以种树来拯救地球 你可以在每块泥土上种上树苗 然后催树它们 这样子就会形成一个超级巨大的森林 这会阻碍大部分玩家的出行 你可以利用女巫刷怪它来制作混乱 用上这个装置 每当有村民出生 它会被推到避雷针旁 一旦发生雷击它们就会变成女巫 这样子就会出现女巫军团 这绝对很烦人 如果你能邀请到新人来加入服务器来当做打手的话 你们会变成服务器最臭名昭著的敌人 你们会因为太具有攻击性而被封禁 你可以对服务器进行核武器打击 用活塞探测器和矿车建造一个像这样的TNT机 它经过的地方都会变得寸草不生 它会摧毁路上的所有建筑和玩家 在墙壁按F3会刷新界面 你可以利用这点来透视玩家进行追杀 这里就是41个会被封禁的操作